丈夫又一次在外面喝得烂醉 刚回到家就对妻子大发脾气 不准她吃女儿的蛋糕 还砸了妻子的手机 丈夫说还要再喝一杯 让妻子给她拿酒 妻子心里不高兴 十一片刻 没想到丈夫从背后就是一脚 妻子习惯性地躲到桌子下 但还是被强行拖拽出来 奔在地上一顿拳王暴击 邻居实在看不下去 在窗外大声劝指 妻子这才有机会逃脱出来 可惜又被丈夫捏住脖子扔到厨房里 她赶紧拿起一把菜刀自围 看着母亲被打得满脸是血 女儿被吓得哇哇大哭 躲到母亲的怀里 丈夫一把夺过女儿 直接暴力扔到一边 妻子怒火攻心 一狠心划破丈夫的手臂 女儿额头受伤血流不止 妻子赶紧抱着往外跑 而丈夫却在家里发酒疯 胡乱砸东西 街坊邻居都围在家门口 看热闹不嫌事大 妻子抱着女儿一路狂奔 来到附近的警察局大喊救命 妻子告诉警察又是丈夫家暴 把他和女儿打得鲜血直流 警察通知附近的同事 马上去现场侦查情况 家里到处是血 乔一的丈夫阿丹早已逃出家门 警方又找到阿丹的老妈家里 将呼呼大睡的阿丹直接带走 送到警察局 乔一的父母随后来到这里 冲上去就要将阿丹垂一顿 女儿扑到父亲的肩膀上 终于找到一丝安慰 可惜父亲要回去照顾老人 不能陪女儿走完下面的程序 乔一抱着女儿开始了一个人的战斗 他拒绝调解 绝不原谅家暴丈夫 请求法律将丈夫送进监狱 警察希望双方冷静一下再决定 可是阿丹见乔一不肯妥协 又要冲上去殴打乔一 这让乔一更加铁了心 一定要把这个禽兽送进监狱 乔一和女儿被送到 专门处理家暴问题的办公室 乔一告诉警察 丈夫和他原本约定 要给岳父过60岁生日 但是丈夫迟迟没有回家 他打电话过去也没人接 于是他就带着女儿去给外公过生日 等他们母女过完生日回到家里 丈夫也喝醉了酒回到家 埋怨妻子不让他去岳父家过生日 一言不合就当着女儿的面 将妻子一顿毒打 即便是到了现在 丈夫阿丹依旧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还在后面对妻子骂骂咧咧 为了取证 警方开始拍摄乔一身上的伤痛 脚上到处是瘀青 连已经浮肿的不成样子 整个过程他疼得连战力都非常困难 到底是什么样的男人 忍心对自己的结发妻子下如此狠手 检察官大婶告诉阿丹 你可以自己找律师 而大婶将代表乔一起诉阿丹家暴 最终由法官来决定阿丹是否有罪 丈夫阿丹喝了酒将妻子乔一顿毒打 打得满脸是血 女儿也惨遭毒害 妻子抱着女儿去报案 家暴只有第一次和无数次 这一次他铁了心要将丈夫阿丹送进监狱 老妈来监狱看望 他对儿子失望至极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家暴妻子 妹妹让阿丹认罪服法 可阿丹有毒瘾 在监狱里一天都待不下去 阿丹求老妈将她捞出去 律师建议老妈先将阿丹保释出来 一起商议如何打这场官司 保释金是一万两千多批锁 案件结束后会全部退回 他们是朋友介绍过来的 律师愿意给他们打折 原本四万的律师费只要他们三万 老妈没有退休金 她将经营小店的全部积蓄拿出来 几大包钱还有一大袋硬币 交了一万多的保释金 总算是将儿子阿丹保释出来 和律师一起商量对策 收集了一些对阿丹有利的证据 乔一这边也在检察官大审的指导下行动起来 他去医院找当初给他包扎的医生 请他帮忙做人证 可惜对方并不想帮忙 街坊邻居也不愿帮他作证 他们亲眼看到了阿丹家报 但是不敢得罪混混阿丹 不想给自己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阿丹也在笼络街坊邻居 让他们不要出来作证 两口子还差点在楼道上撞见彼此 终于到了第一次开庭时间 检方律师大审代表乔一 控诉阿丹家报妻子 律师让阿丹拒绝认罪 双方签字画押 第一道程序算是走完 第二次开庭的时候 由于医生拒绝出庭作证 检方律师大审只好叫来了医疗档案保管员 他翻出了乔一的医疗诊断证明 作为阿丹家报妻子乔一的有利证据 阿丹的律师追问对方 你是否学过医 诊断证明的内容他是否知晓 对方的回答都是否定 他只是一个记录员 什么都不知道 这意味着这个证人提供的证据经不起推敲 第三次开庭就这样草草了事 排队的案子非常多 法官也只能按照程序一步一步的来 第四次开庭的时候 检方的律师大审 找来了当时逮捕阿丹的警察 证明阿丹家报乔一的事实 可是阿丹的律师随后就开始盘问对方 逮捕的时候是否出具了逮捕令 按照规定 只有三种情况不需要逮捕令 第一是逃亡的罪犯 第二是犯罪刚发生 而且警方知道嫌犯的情况 第三是被警方抓获现行的罪犯 阿丹不是逃亡的犯人 警方当时也没有在案发现场 并没有看到阿丹家报妻子 所以说他们当晚 根本没有直接逮捕阿丹的权利 那次逮捕在法律程序上是无效的 阿丹是无罪的 当晚逮捕签字的是另一个同事 实施逮捕的人却是证人 所以说证人也是无效的 阿丹的律师说得有理有据 法官和检方律师都并没有提出异议 乔一只好当庭指控 阿丹多次喝醉了酒就殴打他 乔一希望法庭能为他主持正义 惩罚暴徒阿丹 乔一常年被菲律宾丈夫阿丹家报 这次又被丈夫从后面一火腿踢倒 再从桌子下拖出来 愣在地上一顿暴打 整个过程跟禽兽并无差别 狠起来就连女儿也要下手 额头大面积出血缝了十几阵 案里说妻子被打得如此惨不忍睹 女儿也跟着遭殃 丈夫阿丹应该受到严惩才对 但是阿丹的老妈为了让儿子免受牢狱之灾 拿出所有积蓄请了知名律师给儿子打官司 整个案件审理长达半年之久 到最后乔一的伤口都已经愈合 仍旧没有结果 阿丹的律师质问乔一 你有没有对阿丹造成人身伤害 律师故意给乔一挖陷阱 你是否曾经因为极度愤怒而想杀人 乔一被问得冷汗直流 律师马上搬出一张证据 上面是乔一曾经发给阿丹的一条短信证据 律师还逼他念出短信内容 那是一条气话短信 乔一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发的内容 但是律师抓住这条不放 反咬一口乔一有伤害老公阿丹的动机 情况越来越不妙 检方律师大婶想借女儿之口 指正阿丹的罪行 大婶给乔一准备了内容 希望她和女儿一起练习 为下次辩论做好准备 到了第六次开庭这天 突然下起暴雨 大婶因为道路被水烟而迟到 她提出让乔一的女儿作证 考虑到她还是个孩子 申请到室内审理 女儿只认父亲阿丹 握紧拳头殴打母亲的事实 这足以证明阿丹的家暴行为 但是阿丹的律师又一步步盘问女儿 女儿当然不想父亲被关进监狱 法官也在考虑小孩的感受 阿丹的律师又对女儿抛出一个重要的问题 女儿回答 有 原本是乔一是家暴受害者 现在反倒成了施暴者 情况对乔一越来越不利 就在这个时候 阿丹的老妈因为无法一次幸福完律师费 而被工作人员赶出门去 律师不再为她辩护 法官为她安排了一个新律师 这场家暴官司打了大半年 受害者乔一早已身心疲惫 她甚至不想继续下去 即便是打赢了 将阿丹送进监狱 阿丹出来后 也肯定会对他们母女做出可怕的事 在后续开庭辩论之后 法官依旧没有做出判决 都是在走程序 当第九次开庭辩论时 阿丹开始颠倒黑白 不仅不承认家暴事实 反而将自己说成是受害者 她还撒谎说自己非常爱乔一和女儿 检方律师大审质问阿丹 大审不断追问 阿丹不小心说出了心里话 是 这次开庭依然没有结果 而在此期间 混混阿丹参与黑社会活动突然消失 再也找不到 庭审再次被推迟 阿丹的老妈在儿子上班的地方找 去看守所里去找都没有下落 最后只好报警儿子失踪 一段时间之后 警察叫乔一去认识 原来阿丹参与黑社会活动 被害死在了他家门口的水沟里 终于到了宣判的日子 法官已经做好准备 宣判阿丹无罪释放 可惜现在被告阿丹已经去世 关于他的所有指控就此作废 乔一等待多年的正义 并没有得到伸张 关于这个案件的卷宗 有厚厚的一大落 最终被堆放在仓库里 永不见天日 老话说得好 清官难断家务事 法官对这样的家暴案件也是头大 只能通过程序的正义 谋求正义的判决 可惜被害人乔一苦于没有铁证 并没有等来正义的阳光 正义照射不到的地方 也许只有祈求上天惩罚罪恶 另外找对象一定要擦亮眼睛 像阿丹这种恶魔 一定要敬而远之啊